就是想问到说因为是一个通史的写作和专题的写作可能不一样 就像您也讲说觉得为什么想写一本通史 也是觉得之前的教科书写的可能太乏味了 或者说它在叙事上都不够吸引人 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通史写作 那您觉得这样写一部晚清史 这样在写作上的一种难度 因为历史学很多时候虽然说我们已经 离这个司马迁那个时代那个纯讲故事那样的 但是它本质上还是要讲好一个故事 对就是您在这一点上是怎么把握的 对 是 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是面向学生的 所以我是一路学生过来 我非常知道学生想听到什么 所以我这本书是非常强调专题式的研究的同时 这个其实是我借鉴了剑桥 剑桥中国史系 最近出了个哈佛中国史系列 那个我都没看完 剑桥中国史系列 它是约请了全球顶尖的学者 对 这个各写一个专题 没错 但是剑桥晚清史其实也有它的缺陷 换句话说它横向的痕迹比较重 它重向的这个联系 其实不是那么紧密 您这个书还是非常以一个时间轴的 对 对 我是这个纵横结合的 换句话说内在的联系 我还是比较注重的 所以专题式的写法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最新的经纪换给你 第二个也可以把学界的最新的成果放在你 并不是用这个背景叙述太多 就像我一开始就讲的 过去的通识太古少 这个很八幅的 是吧 一开始就是历史的背景 对 然后就是历史的内容 对 然后历史的结果 对 然后历史的影响 对 然后历史的影响 对 这个是很老套的 每一章纪录都是这样 对 所以我举个例子 比如讲太平天 过去的书上永远是阶级矛盾怎么接话 您讲到了客家人 当然 永远是土地关系怎么紧张 然后活不下去 对 这个是讲成圣古广旗也是这样 对 每朝每代的农民旗都是这个解释的 对 但实际上是不能回答 具体的历史问题 嗯 比如讲太平天后 太平天后 你知道这个有几个重要的制度 嗯 比如讲这个圣古制度 对 比如讲男女兵营制度 对 对 圣古制度就是说 参加起义的人 一开始就放弃私有财产 对 男女兵营制度就是说 参加起义的人 一开始就家庭解体 对 是吧 男女共群 对 那么你说这个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 因为按照传统的解释 农民是小私有生产者 他们是最注重这种原始的这种家庭模式 是啊 他们最注重自己的家庭 小小的财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是吧 当时的农民 怎么愿意 抛弃自己 抛弃自己 这么真实的 一个小的家庭 一些小小的一些家产 愿意投入太平天后 而且你太平天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你怎么知道能一路达到南京去呢 是吧 再说就是能达到南京去 你怎么知道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没死 是吧 这个都是未知数 所以历史学有一个比较好的比例 就是过去的历史很多都是到房间 所以我们看到了结果 然后我们再来推论 对对对对 所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能回答 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愿意接受圣户制度 和这个南京比 近年来的研究 或者说九十年代的学术界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就是把客家人引入太平天后研究 我觉得这是一把钥匙 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个问题的密码